大家好 今天是5月1日 星期一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晚上11點至早上7點 每道電下調5仙的電費 相反 在用電高峰時段 即是下午4點到晚上9點 每道電就會收多5仙的電費 比斯水電公司表示 省民在選擇新的電力收費模式後 只要改在凌晨時段充電用車的話 每年就可以平均節省40至250元的電費 比斯公用事務委員會正在審核 比斯水電公司的申請 整個審核過程 預計需要一年至完成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 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的樂趣呢? 來Landstown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談談吧 它不僅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更可以為你配一對適合你的助聽器 在你聽得更好聽得更清 現在的助聽器還有超級優惠 快點打個電話來預約吧 蘇里王家騎警表示在昨天下午6時左右 一名24歲男子在喬治國王路 甲本德利路 近蘇里王家騎警分局的不免位置 遇上一班剛剛在的士下車的男子 其後這名24歲男子被刺傷 警方表示襲擊事件的動機不明 男子傷勢嚴重 已被送院治療 目前情況穩定 這次是這名男子兩星期內第二次被刺傷 在上月15日 他與女友一同乘搭駕空列車前往蘇里時 和另一名男子發生口角後被刺傷 大溫運輸警察在案發後6天 逮捕了一名29歲本拿比男居民 他願意獲准保釋 其警表示同日在下午8點 在蘇里維里區City Parkway 10700號 有人開槍 一名36歲男子中槍 但傷勢不嚴重 有目擊者表示 現場有3名男子逃跑 但相關人等行蹤未明 警方認為兩宗事件都與低陸平原幫派衝突無關 溫哥華樓花燕樓 第一資訊 街壁地產 Sutern Group Vancouver First Realty 現在香港還有Office Team 我們提供最親切最專業的地產服務 所以無論想投資收租 或置業安居 我們就在尖沙咀的新港中心 快聯絡我 Ager 我的電話是 9163 8311 9163 8311 新歐洲丹麥品牌 360度全方位智能助聽器正式面世 精巧、舒適、完全隱形 即時提升聽力 還有超強減集音功能 聽力專家鄺永明小姐 擁有多年驗配助聽器經驗 是全溫哥華最多醫生推薦的聽力專家 永明聽力就在列治民帝國中心 現在的助聽器還有高達半價優惠 快點打來預約你的聽力測試吧 隨著5月的來臨 秘斯省除了迎接和暖的天氣之外 更同時面臨山火和洪水的威脅 在過去10天之內 省內發生了超過24宗山火 雖然大部分山火的規模都是比較小 不過在內陸Karibu地區 就有2宗山火被定性為失控狀態 秘斯山火服務處表示 相關的火牆面積 目前合共超過300公頃 服務處指兩宗山火都屬於人為引起的 另一方面 和暖的天氣也同時加速山上的積雪層溶化 導致省內部分河流水位正在上升 有引發洪水的風險 卡徹溪村表示 當地已經進入緊急狀態 並向沿著1號公路附近的一棟物業發出疏散令 當地政府指該位置目前正面對緊急的洪水威脅 省府也向葛特尼東區及西區 飛沙河谷北部 中部以及內陸南部多個地區 發出高流量警暴 北美治流治療中心採用中西醫結合療法 治療過期肛門直腸疾病 包括治瘡、外治、混合治、肛瘤、肛裂、肛裂、肛州、隆腫等 創始人陳國二院長的國二肛腸療法 運用微創配合溫和中藥達到標本兼指 徹底跟隨病患 不會產生任何後遺症 更多諮詢請撥打電話 604-559-6177 列治民百家店 雜宵閒、娛樂、購物中心 商店多元化、衣食住行 各行各業各樣齊 所有亞洲餐飲 盡在百家店美食廣場 百分百精彩盡在百家店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日 早上11點至晚上7點 地址 列治民三樓4380號 網址www.takaplace.com 永哥華明天5月2日星期二的天氣預告 日間天晴 早上會有霧 氣溫最高17度 晚間天晴 氣溫最低13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準時收看我們530新聞 請訂閱名炮DailyR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歡這條片的就記得給個like和share這條片啦 530報導過不少發生在TTC上的暴力傷人案 而今次就要特別提醒女士們小心 因為搭TTC不單可能被人打 還有機會遇到變態露體狂 多倫多閉約客公車系統出現中年亞裔露體狂 至少兩次向女乘客露體 警方表示 第一宗案件發生在4月3日上午8時45分 一名女子和涉案男子同踏一輛巴士 當巴士走到Handerson Avenue 近Bayville Gapsteel東路時 這個變態露體狂除了向女子露體外 還做了不雅的動作 真是想到都噁心 當巴士走到Finch巴士總站的時候 這個露體狂就下車走了 這個變態看起來似乎還很勤力 又是一個早早早起床出去犯案 4月17日上午8時30分 另一名女子乘搭難行地貼線 在Finch站到North Yacht Center之間 這個人又向女子露體 列車至North Yacht Center站的時候 這名男子就下車 警方說涉案男子約30至35歲 留黑色短髮 他犯案時的着裝還好像精心搭配 戴藍色口罩 穿藍色褲 藍色羽絨服 裡面是一件白色的襯衫 知情者可以撥打416-808-3200聯繫警方 領名舉報可以撥打416-222-8477 或者登入這個網站提供消息 在加美貿易政策上 美國說明要美國優先 但想不到連入場 看場冰球比賽都是美國球迷優先 在NHL北美冰球聯盟裡 多倫多豐業隊 19年來再次打入季後賽的第二輪 明晚會在多倫多主場對美國佛羅里達美洲炮隊 兩場主場之後 豐業隊會作客佛羅里達州兩場 但如果加拿大球迷想去佛羅里達 買票入場捧豐業隊場的話 那對不起 你要小心 你可能會買不到票 因為根據Ticketmaster網站通知 第二輪系列賽門票 會在開售之後的24小時內 只限美國人購買 這間美國票務公司說 他們會根據客戶的信用卡帳單地址 來確定買票的人是否住在美國 Ticketmaster又說 任何試圖在佛羅里達州Sunrise市 現場買票的人 如果買票之前的24小時內 是沒有美國地址的話 一樣不賣給你 這個限制就不適用於 已經擁有比賽季票的持有人 佛羅里達州的第三場比賽門票 今天上午11點已經開賣 佛羅里達州美洲砲隊的一個發言人說 限制門票銷售的決定 是要給當地球迷優先入場看球 而在24小時之後 任何人都可以買票 無論他住在哪裡 而票價最便宜的是一張244元美金 比多倫多的528元便宜很多 烤益時期 很多機構的僱員都已經習慣 和接受了居家工作的方式 對長途開車上班感到嚴護 能夠和家人和孩子有更多的時間 更加落在其中 當中就爆破了正在罷工的聯邦公務員 公務員罷工的訴求 除了是爭取更高的工資之外 就是要求居家工作 在家工作不僅能改善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還可以大量折省上落班所需的各種費用 一年計下來感覺就好像加薪幾千元 金融資訊公司 聲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喬治就說 我們用了三年的時間 將花費在交通、加油和泊車上的錢 轉移到其他地方 好像家居裝修 甚至還清部分債務 我們對於這樣的方法已經是習以為常 加拿大統計局一項研究表明 2016年有1260萬加拿大人表示 他們是開車上班 他們平均出行通勤的時間是24分鐘 上班距離的中位數是8.7公里 研究說開車進入多人多的通勤者 其中有64%是住在市裏 通勤時間最少是60分鐘 幾乎與來自巴里、奧沙華 和咸美頓的通勤者時間一樣長 相當於每天最少要開兩個小車 還要付很多錢在加油和市中心的泊車上 根據泊車預定應用程式 Sport Hero的數據 多倫多平均每月泊車的費用是347元 一週五日停車費每天就是17元 每年就高達4000元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今天趁著五日勞動節假期 在正總門外請願 大約有20人參加 整個過程歷時一個半鐘 期間有30名軍裝警員和便衣探員在場戒備和錄影 警員的人數比請願的人還要多 女工協會早前婦女節遊行 原本是獲批不反對通知書 但在舉行前一晚突然宣告取消 當時胡美連今天說發聲有不同的形式 不過現在的確多了很多限制 發聲選擇比以前的少 日後就要看看有沒有其他形式去表達訴求 她說今天較多不同背景的勞工參與 所以選擇用請願的方式 之後會否再嘗試發起遊行就需要再行商討 請願期間有軍裝警員在旁邊向女工會代表提醒 他們需要遵守國安法、禁蒙面法和社團條例 而且提醒如果在過程中出現不利國安行為 主辦方必須立即阻止 如果有第三方的團體進入有關的地點 主辦方亦需要作出適當的分隔 警員其後要求女工會代表表示同意 並且寫下她的身份證 胡美連說 本港經歷了疫情和社會復償 政府現在正推行開心香港活動 但卻不見有關駐勞工新路 促請當局、正事在職貧窮、修訂法例 保障零散工和立法規管長工時等 社民連五個代表亦到政總門外請願 促請訂立標準工時、最低工資一連一檢 和反對輸入外勞 五一黃金周、尖沙咀周圍都是人龍 排的東西各有不同 這條龍早上未到十點已經出現 就是為了排尖沙咀這間小食店 有人拖行李牌 有人說為了試港式早餐而排 我們是住在喜來登 然後從那邊走過來 看到這邊很多人排隊 我們是外地來了 肯定就是想吃本地的特色小吃 香港也是美食之城 所以我覺得隨地的小吃應該都還可以 我想吃雞蛋仔 還有魚蛋和腿蛋餅 因為我是之前有來過的 然後也有吃過這一家 現在的話會感覺 身邊的話可能說普通話的朋友們會更多一點 但是可能是今天來的比較早吧 上一次的話我來到這一帶的話 其實人還蠻多的 就是可能比現在更多一點 隔兩條街的廣東道 四年沒有見名店大排長龍 再次在五一出現 他們就滿了儀貴 三家買了多少錢 五萬多吧 沒有預算啊 就喜歡就要買 而他都說買了五萬多元 有這麼一個難度的機會出來一次 這邊這麼優惠 而且這邊的景色也那麼美 我們過來之後 在欣賞美景美食的同時 還要豐富的購物 和名牌袋一樣 這麼受歡迎的 還有優惠券 現在就只剩下一個免費機場快線 就是購物這些吧 有多少預算 一千左右吧 化妝品還有藥 買的衣服啊 五千元左右 觀光啊 一街市啊 商場啊 購物啊 天星小鱗 雪糕車 星光大道 同樣人山人海 一個一個拖劫 再次在尖沙咀海旁見到 有不少內地人說 第一次來香港 第一次來 就是他們說 這裡的東西都比較正牌的 化妝品啊 還有藥之類的 可能會買得多一些 就是說奢侈品這一塊 我估計還沒有在企劃中之內 因為住深圳離得近嘛 就過來走走 趁午夜 平時一些藥品啊 什麼 日用品啊 這邊都挺便宜的 五千萬啦 五千塊多了 等一下過去 中環那邊走走 馬場場合 不是 是嗎 對 是嗎 我喜歡馬 你叫你出去馬 但是我又不賭馬 我是喜歡騎馬 我騎他 又騎他不到 我小時候又學騎馬 喜歡騎馬 所以每次來馬會都很開心 因為很多馬 剛才我還沒見到 我今天來一直沿途走 我還沒見到有真的馬 所以電視一有就不斷看 還有外面那些假馬 我都覺得很漂亮 不知為甚麼 很喜歡馬 我覺得很有人性 其實馬 因為我那時學騎馬 那時都是 我覺得牠是一種 其中一種動物 狗都是 可以跟人交流 牠懂得跟人交流 牠知道你說甚麼 牠知道你可不開心 我覺得馬是其中一種 很有靈性的動物 所以一直都很喜歡 沒有 小時候學 都不是小時候 現在其實 因為現在學比以前難 以前我學都要排一段時間 但是現在去馬會學 要排很久 我聽聞 如果你重新要學的話 起碼要排一年以上 才到你 因為地方有限 其實香港學校只有四間 但是有很多人去報 你每一堂 因為沙圈很小 你每一堂最多 我試過六個學生 每一趟一個小時 馬都要休息 所以牠每天開的班數不多 所以現在要學要排很久 那你想不想排很久 當然想 但是現在就算排完 例如一開工又去不到 你覺得很浪費 但是我覺得我將來 我去旅行 我去旅行會選一些有得騎馬的地方 對 因為香港現在少有機會騎 所以去到外國旅行 我通常都會選一些有得騎馬 你覺得很想做嗎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但是對我來說 我會先做樓主 樓主 樓主 這個重要 香港地 先滿足了媽媽的願望 謝謝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